台湾艺术家施力人作品金刚犀牛 或选为威尼斯双年展的公共景观项目 而他的作品也将在桃园的私人美术馆同步展出 周二举办开箱仪式 更别具意 因为当初作品在运往威尼斯途中 遇上了海运的火灾意外 改以包机前往又遇上了体积过大 被航空公司拒绝 一波三折终于抵达威尼斯展出 而这样的运火重生 也跟艺术家的创作风格相当不合 除非是后柜烧起来 感谢观看